一件事值不值得的时候 它其实已经不值得了 这些年来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越是聪明的人 越会花更多的精力去寻找捷径 还经常喜欢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诚然这句话有一定道理 但也不要过分依赖于它 否则只会陷入到另一种思维先经历 我没有做成一件事 一定是我没选择对 所以我需要重新选择 但有时候选择来选择去 只会让自己越来越浮躁 越来越怀疑自己 对于人生以及事业规划 我个人的经验是 如果有两条路 一条好走 一条不好走 我会选择那条不好走的 因为不好走的路 一旦走通了 你就是第一人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你所收获到的心灵成长和人生回报 是会超出你的想象的 如果你正处于迷茫期 不妨认真思考一下我的提议 走好选择的路 而非选择好走的路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 点赞加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